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就其实我现在是在台北 我跟师弟在一起 他之前他昨天有来找我讨论 教薪 教薪这个观念 他来招讨论的时候 我就当然依照教薪的一个基本定义跟他讲 说教薪到底他是属于什么 他就是属于高大建筑物 然后他是距离很近的一个高大建筑物 在这一种情况下 也不是距离很近 就是说在上方他要距离很近 他就是好的 那假如在远方他要离你 那个极方就要离你很远 他才是极的 所以在这一些原则下 我跟他讲 但是这个禁教薪 在煞方 要禁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是抱持着怀疑 我抱持着怀疑 为什么我抱持着怀疑 因为我们先从薪的定义来去看 就是说 假设这个薪 这是高大建筑物 这个是你家 这个是你家 结果他倒下来 这是高度A 这个是距离你家 结果他倒下来可以压到你家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是成为一个煞 成为一个煞 那教薪又要帮你挡煞 他却又造成你一个煞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是 蛮矛盾的一个现象 很矛盾 所以以来讲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在实际上我们在看载 这个东西啊 我没有在看 我一切刚开始都以什么为主 我一切刚开始都以煞来看 我一切刚开始都以煞来看 那 可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而已 他是我感觉 他不是说 我感觉对就对 他是不是真的是煞 还是要由其他的东西去判断 这时候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 我会讲说 风水师最简单的东西 不要放弃了 叫罗盘 你拿着罗盘 对着这一个 去量看看 到底他的气场有没有偏移 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 他正常的话 那还ok 你就可以暂时的排除他是煞 但是他假如气场是不正常的 他造成你家的气场 不正常的一个状况的话 他就确定是煞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这一些东西 当然这一些都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对不对 因为在风水上 他并不跟我同一派的 他不跟我同一派的 对不对 我们根据这一个 我们在讨论 这时候就点出了一个点 他还问我 但是我依照我的一个经验跟他讲 他也有他的经验 所以我们这时候我就说 其实这种东西要靠食物经验 为什么我师弟会突然跟我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 因为他在跟别派在做交流的时候 有些派别人跟他讲说 教薪多厉害 多厉害 可是在他的食物经验里面 就没有这种东西 可是他去跟人家讨论的时候 对方又没有食物经验 也就是说 就是一个像学 学了以后的学生而已 没有任何的食物经验 然后他就是认为说 这个东西在 现实中会有这种特质 答案不一定 我们很多东西 在学理上跟食物上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必须要透过你的实际去操作 你才会知道 例如 我学生来跟我讲 1 2 3 4 白水 6 7 8 9 用气 我说你们是怎么用 他说在私人用 我妈 我说你是要害死人 可是我把这个东西去跟我的师弟讲 他说妈他是笨蛋是不是 为什么我师弟有用过 他知道这一套 他知道该怎么用 那个就是食物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八字用神就好了 这个人是不是每个人都取出来不一样 每个人都各有各的理论 可是各有各的理论来讲 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这个又是一门 所以有很多东西看似很有道理 可是在实际上的时候 他在使用上 会跟在书上里面完完全全不一样 例如很多 我身弱应该怎么样 对 你身弱应该怎样 你的答应到了 你就去做看看 结果做看看一败涂地的居多 所以一败涂地的居多的时候 他就产生了食物跟学理上 他是互相冲突的 那一旦互相冲突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 你要以哪一个为主 是要用学理吗 还是要用你的实际的理论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到说 为什么 尤其学生我教你八字的时候 我一定要要求你去批命的原因 因为你从批命里面才会知道说 你到底会不会跟你所认知的学理 他差距有多少 我的东西我跟你讲 绝对都是我有去用过的 我也不会给你夸大 给你夸大那个干嘛 给你夸大 我自己早就把我自己用了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还在那边跟你讲说 这个风水这样一用 这样一用 这样就会变千万富翁 会进账 有财运 没那一回事 都是一样的状况 都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说你自己要实证 你不去实证 你会变成书丑 人家讲的书 他只会读书 什么叫书丑 书上有讲的人都会 书上没讲的碰到都不会 很多都这样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人家讲的尽性书不如无书 其实他不是说真的不要看书 而是说书中里面 他的理论架构 本身有一些就不是很正确的 我们要透过我们自己的实证 去逐一逐一的修正 这样子来讲 你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一个 运理师 而不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个来讲的话是已经 变成是怎样 看人脸色的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我从一个师弟跟我在讨论 命理的这一个过程中 他在跟我讨论的过程中 你们会发现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有实物经验的 我们有实物经验的来讲 我们会透过我们自己的实物经验 然后把这一些东西讲出来 我们做一个交流 而不会到最后 为什么我不喜欢跟人家讨论命理 因为大部分都单方面的问而已 他一直问我 我从你身上学不到东西 反而到最后会变成是 单纯的问命 很多都这样 我干嘛要跟人家讨论命理 他就说老师 我要跟你讨论八字 我又运过这种的 要跟我讨论八字 我没有在跟人家讨论八字 老师没有 没有 我不是要讨论那个路人甲的八字 我要讨论我的八字 神经病 你就那妈的 我也知道你要讨论你的八字 你那妈付钱叫我帮你批命不就好了 还要假借讨论 来行那妈问命之死 所以很多人都这样 那个东西对我一点来讲 都不会让我进步的 所以我根本都不想做这种事 所以各位你会知道 实物经验跟学理上 他是两回事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实作 你在实作当中一定会发现到 不懂或者是不对的地方 那些就是你可以做修正 你不懂的 你让你在学习 你觉得奇怪 怎么会跟现实学理不一样 那个就是你可以做修正的地方 所以我们学部都是这样去走的 一步一步走的 这些东西都不会马上就来了 也不可能 书上一读我就会了 都要透过你的一个实证的一种情况 各位你要了解 所以在此跟各位分享这一个 讨论 是要在双方都有那一种真的实物经验下 真的会讨论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而不是单纯的就用问的 他妈贾借用讨论的名义来这边问问问问问问 我是不会跟人家讨论命理的 我会跟我师弟讨论是因为 他本身的学理 他本身的实物经验 其实都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们两个水准在伯仲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 他有的时候他会反驳我 有的时候我反驳他 那是很正常的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经验就各个不同 各个不同来讲 会做一个交流 但是这个是一个平等式的交流 就是说我们都站在同样的一个水准 问题来招讨论的 完完全全不是 那高低落差太大了 那简直就是叫我要帮他批命的而已 所以自然而然我不太会想要跟人家讨论命的原因在这里 但是各位 从我刚刚的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 学理不一定是对的 学理不一定是对的 你要自己亲身去实验过 自己去操作过 你才知道 所以书上讲的不一定是对 你要去做一个实物上的操作 才行 好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人再见 拜拜